好 我們就來做溫標換算的題目 第一個叫做攝氏20度等於華氏 就是華氏換攝氏 攝氏換華氏 當然就有公式可以用 但我們講過不要用公式做 我們用的是比例相同的觀念 我們這一個溫度計 攝氏冰點氏 0度點氏 0度 貝點100 華氏 0度點32 現在的20度 然後不知道x 然後呢 我們就有個比例相同 我全部有這麼多 對於攝氏而言 全部這麼多 我佔這麼多 華氏呢 全部這麼多 我佔這麼多 這兩個比例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比例一樣的比嘛 所以 攝氏全部是100減0 我有20減0 華氏全部有212減32 我有不知道減32 所以比例會一樣 就是我的劣勢的方法 就劣完 後面就是數學 算 就達到68度點 就解決了 這就是我們介紹你做溫標換算的方法 我說過了不需要去背 因為參考書上面是跟您所寫的 華氏換色氏 色氏換華氏的公式 大考試幾乎沒有考過這個 但是有考過的也沒有考華氏換色氏 色氏換華氏 所以 廢了也沒有用 要廢了是我教你的方法 比例相同 比例相同 像這樣 自訂溫標 我自己訂了一個溫標 請問你60K等於攝氏幾度 60K等於攝氏幾度 OK 0 100 0是20K 100是180K 那麼這樣子 60K是多少 60K是攝氏幾度 就用所謂的 比例相同的方法 就可以做出來 OK嗎 算一算 想一想 答案就會出來了 來 來 2號 直接 35 25 25 你說 你說 25 我們說比例相同 全部 100 100 0 後面 20 80 所以 全部 我有 全部 我有 所以比例列是 全部 100-0 我有 Y-0 全部 80-20 我有 60-20 所以數學 算完 答案 25 OK 這是第一個 這是 制定溫標 這個是課本 那個實驗 我們做的實驗 看它幾公分的 幾公分的實驗 20度C高2公分 80度C高20公分 那30度C會高幾公分 也可以跟你講說我高5公分那幾度也是一樣 想法計算方式是一樣的 那也是比例相同 這個是課本 我們當初做實驗的時候 要你們做有沒有 要你去放 然後看它幾公分 然後這個只有幾公分做的 就做這個實驗 然後它應該是多少呢 它應該是多少呢 我們 換一位 這位叫做 25 25 5公分 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 5公分 一樣 就換了圖 20度C2公分 80度C20公分 全部 80-20 我有30-20 全部 20-2 我有Z-2 比例一樣 再進去 全部多少 我有多少 全部多少 我有多少 比例一樣 後面就是數學 認真努力算數學就好 所以5公分 所以答案就5公分 所以呢 剛才的練習一跟現在的練習二就是 一般考試會考的那個樣子 制定溫標 或者幾公分 或者那個樣子 OK 就是你 但是想法 計算想法都一樣 就是比例相同 所以你要會的是我教的方法 用比例相同的方式去做溫標的換算 OK